人力成就 人力的忍辱之力 就是六波罗密里头 忍辱波罗密 这个名词的翻译 是特别为中国人气 早年这些翻尖大死 到中国来了 中国人把儒看得很重 杀头可以忍 耻辱不能忍 把耻辱看得这么严重 所以翻尖地发死 把忍波罗密 就下头用忍辱 辱都能忍 还有什么不能忍呢 取这个意思 这是翻尖大死的智慧 他们的善巧方便 法助思云 人有三种 第一人们 第一者 一者 安苦人 位于世界 我一次能忍辱 就是 我一辈 你的喜爱 换句话说 是你讨厌的 不喜欢这些事情 你都能够认受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实现的 三亿一搏 树下一宿 这是安苦人 佛为我们表演的 人能够安平落到 这个社会就安定活血 你看这个功德多大 我们要积功累得 就这一点 就会了不起 为什么呢 能忍的人 于人无尊 于事无求 他心生安定 安定心 神智慧 他不生烦恼 所以 出于贫鉴 他仍然是快乐 像淫灰一样 在社会上没地位 这叫贱 没有财富 这叫贫 淫灰 这年安中都没有 没有财富 也没有地位 可是 淫灰的生活 幸福快乐 美满 从哪里来的 安平落到 世间人 不知道他 不认识他 佛菩萨 认识他 深以贤人 认识他 现在一般社会说迷信 其实并不迷信 真有贵神 贵以神 尊重他 这是 按苦人的功德了 感谢